女网友阻止老妇人偷吃商品,却反遭老妇人呵斥,是一图联合报细资料照片,分享买了商品就可以无限试吃。 一名女网友在DCARD发文分享,某日与家人逛大卖场时,在卖场的熟食区,赫然发现一名老妇人徒手抓起熟食,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。 女网友见状上前阻止,老妇人却回应那看看我买这么多银,女网友表示,自己在逛卖场熟食区时,发现一名老妇人徒手抓起熟食商品,一把又一把地塞进嘴里,见到工作人员路过,还洋装没事挑选商品。 沾满口水的手,不断插进食物中摸索,令女网友觉得非常不卫生,连忙上前提醒老妇人,该商品没有提供试吃,不该徒手抓取食物。 没想到老妇人反倒恼羞成怒,愤怒地举起手上的小袋子,大声呵斥小姐。 奶看看我买这多银,老妇人不仅毫无悔意,甚至还对女网友怒吼,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就只会欺负老廉价。 女网友见状,立刻向卖场工作人员反映,却遭到老妇人丢职熟食,逃离现场。 原本以为事情就此告一段落,结果老妇人竟一路尾随女网友购物,甚至用台语警告她封女人,乃敢告诉其他人是看看。 令女网友在心中大翻白眼,本想住在这时,女网友便不理会老妇人,竟自前往收银台结账,但老妇人却不甘示弱,伸手抓住女网友的肩膀,大吼要她留下。 幸亏女网友的弟弟机灵,立刻大喊来窝。 麻烦一下,刚刚偷吃不成还恼羞成怒的老太太在这。 谁可以来劝道一下? 老妇人才慌张地收回了手,吐了口口水后,连忙消失在人群之中。 女网友发文表示自己的无奈,怀疑老妇人根本把卖场当自己家,吃喝拉撒都在卖场解决。 贴文已出,网友纷纷表示,没与过这么奇葩的人,这应该是真的有病吧? 根本就已经犯罪了,也有网友大赞弟弟的机制,乃弟好棒。 大推好弟弟。